中国女排3比1大胜越南。对亚青赛冠军志在必得。 于19女排亚锦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,昨天A小组一场比赛中,中国女排3比1大胜东道主越南队,拒绝连败,暂时排名小组第三。 中国队已经连续4年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,并且拿下前18届亚锦赛中的12个冠军,是亚洲绝队的王者。 中国女排。本场比赛中国队很快就进入状态,以25-17轻松拿下第一局。 第二局主场作战的越南队打得更加积极,以25-22班为一局。 第三局,两队打得难解难分,但中国队把握机会能力更强,以28-26在下一局。 第四局。 第四局中国队没给对手任何机会,25-9轻松获胜。 中国女排两人得分上双,徐怒瑶卡夏20分并列全场第一,车文函获得对内第二高分14分。 。 越南女排。 。 亚青赛分组和其他比赛分组略有不同,众子队被分进A组,可以直接进其淘汰赛,所以A组并非许多球迷认为的死亡小组。 。 今年的亚少赛赛,由17中国女排1-3不敌日本队,与冠军擦肩而过,让对手成功未免。 。 本届亚青赛,中国女排是最热门的夺冠球队,对冠军志在必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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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女排。 。 中国队女排今晚的对手是小组第二名泰国队,希望中国队用一场胜利结束小组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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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